老队员的话可能像张本啊 像伊藤啊等等吧 所以他们接班是才是打胜老一批的队员 你才能讲其里边现在这三个人 刚刚讲到的樊振东和这个应该是处在一个 这个抢班的过程 你要证明自己有这个实力去接班 多一些 还要参加一些更重要的比赛 很重要 接班不是说 把这个 自己的正手和中路这个位置上 经验的积累实际上像这样的球关键的时候又是小机会 这种球是不应该丢的因为他捅过去有点突然 对对啊 你支了好球 直接上手 会给自己创造更好的机会 可能一些我们过去的一些咱们说优秀传统吧还是能有的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墙门砖一样 嗯 阔度的 对就是一个 属下 从第一局来讲上来这个高原还是占优的 他始终在高点 给你输入快一点 那梁静坤来讲的第三个还有一个呢 他老给这个高原的反手 赢的球都打的挺对吧 挺高级的 对 如果不是一点点差大了 你打了九几不九你还是赢不了他 你要对主力 为什么他 嗯 截止到目前为止啊 在揭发比赛当中暴露问题 可能比在其他的大赛中暴露问题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好一些 下拳还是侧拳 还是上拳还是不断 他这个 从现在揭发球来讲呢 你去的大球的这个变化以后 材质的变化以后 旋转下降应该是比以前要 加油 反正动 就是还是在于前三板的争斗 我自己的发球段 对吧 这个控制局面的能力都比他强 旋转也没也没有坚强了 所以我们过去呢 其实前三会下降一些 那么一改了球以后 现在大家都往前靠 靠了以后呢 好 这种情况 这种是不应该 连出七分 那么组织队员的王老师们 他落后几分 这个不一样 不一样了 他们打球就是 我说了一个周旋呢 你就是当你这个 你上去 一紧张 越堵越快 没事没事 能让他重新 集中在注意力上 就重新回一下神 他还注意到 另外张球台的这个局势 但是 但是 请上多拍 漂亮 还有 变节奏 梁静坤的这个步伐 有时候不能到位 还是慢一点 一看就这个侧身没 没测过 对 对 他的反手抽到那个 林高原的 哦 哦 9比8 这球张球台的比赛 因为另外两个球台 已经打完了 还在等待 这样的发力 想抢发力 这个造成失误 哦 哦 听着相处再来 哦 哦 身上的领先 啊 哦 运气球 哦 地很赚 有了 哦 哎呦 哎呦 这样的话 来进冲 哦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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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因为梁建坤本身他的步伐是比较慢 怕一些 也是衡量一个一个运动员成熟的一个标志 是 那种场面上很好看 但是最后一看一看比分十落后的 冲击也是很大 但是大赛的成绩不一定有他了 有到把握的 是 学习 又一个长的 连续发展 再来 直接进入香区 梁建坤的香区失误多了 这个战术的 还是用着比赛成功的 上去 再来 直到非常高 左手打右手的时候 对 对 进步 他进不在于他的注册比较容易的 很不容易 其实这个是最关键的提到 但不完全 是真正到高水平或大赛的时候 他是一个心理的磨点 对 所谓心理实际上就是大脑 对吧 一块一块球 呃 任静坤的这个思路还是挺清晰的 对 比总比直接吃饭就要好 长球也少了 对 这个斗短 坏了这样 对吧 还是想用盐来的去去打去去薄了 你看 赢下了徐晨浩 呃所以对 对 哦 两个人撞下復换了 你看 哦 他怎么不变啊 啊 小刀还是一个七八球 高远的八球 啊高远的七八球 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帮助他把最后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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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